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是可以看得到返修力运动或甚至在更早之前的雨伞运动 那如果对我而言 我其实对香港的认识是从楚留乡电视剧开始 然后从古惑仔从小马哥 所以我好像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说我去香港玩的时候 我去香港参加研讨会的时候 第一天我就给大家可以自己安排一个古惑仔之旅 就是电影里面陈浩南出现的地方 3D出现的地方我都会去逛了一圈 你能看到我对香港有多么的痴迷或是多么的喜欢 当然这些流行音乐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 那香港事实上是有很多多元多样的面向 即使香港人在做社会参与的时候 其实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思考 但有些会觉得说 会从国族的角度去谈 会从民主的角度去谈 那有些可能会出自于宗教的情怀 或是某种的社会的关怀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跟他邀请到这位来宾非常特别 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的退休的院长 邢福甄邢老师 他现在目前也是中研院的研究学者 邢老师你好 邢老师 对非常开心 其实在很早以前我就本来要打算联络访问你了 但是一直都刚好没有机会 刚好你现在在台湾是在这里工作也在这里生活 就是研究协作吧 那生活还适应吗 很好 因为其实也常来台湾 过去也常常来 对 所以都是来这里讲学或者是到教会去 对 讲学然后教会神学院 然后我之前也曾经有一个学俗的休假 一年的时间 后来也有一个半年的时间 也在台湾 也在中研院那边 所以大概对这个环境比较熟 对 很欢迎那个邢老师 但是你其实后来我在读你的一些资料的时候 你也会特别对一些到移民新的地方的人 你有一些建议 而这个建议其实上是从圣经里面的一些建议 这我们待会儿在谈 因为很少我们会谈从圣经里面建议大家 要怎么到一个新的地方去适应 那当然我现在要先跟你聊一下 因为我前一阵看的那个朱耀明牧师他的回忆录 就是敲终者言 对 那我非常喜欢那一本书 这当然一部分去记录了他在 所谓的战中三子嘛 就是在当时的这个雨伞运动当中 他的角色 然后也在里头 跟一些比较年轻一点的朋友 包括学名思潮等等 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跟看法 以及他的这个思考的过程 那另外一部分我就看到的是 这个朱牧师在谈他的 在当地在香港当地做的一些社会关怀 例如说关心这些爱知啊 关心这些穷病的这些人 那我看的是非常非常感动 所以我也想说一开始请你先聊一下 你所认识的这个朱耀明牧师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那就是我 其实我对他也蛮多的想 很多好奇 对 对我想其实最近大家对朱牧师认识 可能是他在战中里面的那个参与 但其实他从70年代80年代开始 已经在香港的教会 特别在社会参与方面 已经扮演蛮重要的角色在里面 其实我对他的认识 过去主要是通过这些社会的一些事件 后来才跟他有机会就是面对面聊 然后可以有一些更多的互动 但我想他在香港的那个做一个一个 基督教会里面的一个牧师 他是台湾的一个进行会的一个主人牧师 那个时候 其实他 他也在台湾读神学 他也在台湾读神学 对 然后他当时候在台湾 是在香港岛的东边的一个 那个时候交通很不方便 偏在东边 然后常常塞车 当时还没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路 所以就因为他的家会在那个台湾社区里面 然后他开始关心那个社区里面的那些居民 等等发现很多人在那边生活的时候 他们生病 生病没有医院在那个社区里面 一个政府的医院 然后他们常常要坐那个救护车 要到那个从从东边 然后到那个可能是香港岛的另外一段 那个那个地方 然后 尤其那个路只有一条路 那个路肯定会塞车 所以就 后来他就开始 因为一个社区已经很多声音说 诶 政府是不是应该该一个政府的医院 服务那个居民 但是当时的70年代的时候 当时的几民地区政府 他们还是要保留 反对 觉得每一个社区的人都希望把医院盖在他的社区里面 我自愿到底要摆在哪里 为什么是到台湾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 所以那个时候我想 他做一个牧师 进入那个公共领域里面 就是他跟台湾的另外的一个教会 还有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神父 他们一起发起了一个争取 在台湾盖一个医院的一个社会 的运动在里面 他们是通过一个社会运动的一个方法来争取 所以他们变成是会开很多记者的交代会 然后他们去请愿 然后去做很多调研 去争取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陈建民老师 就是刚刚在中安大学社会师的时候 他快要毕业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在那边实施了 所以那时候还是一个学生 还是一个学生 然后后来我听陈建民老师聊 其实他的毕业论文就是用这个个案来写 就是他调查从台湾做救护车 到到那个政府另外一边的医院 整个过程 那个多小人其实在过程当中 可能他们失旧的 他找很多数据来证明 其实很需要有一个医院在立在那个社区里面 所以他们其实这个运动花了很长时间 政府开始的时候是不理他们 反对他们 后来他们一直没有放弃 后来到80年代初的时候 政府才同意盖这个医院 后来这个医院盖了也蛮长时间 大概90年代才盖起来 对 但是那个时候你看到在新闻报导里面 报导里面看到有牧师 在那个社会运动当中 能做一个 坐在前线 坐在前线 发言 讲话 而且他是争取的是一个 跟我们过去所理解的一个宗教的一个 一个问题 没有关系的 是一个社区里面的一个医院 所以当时候是蛮 很小看到这样的一个形象 当然也引起很多不同意见 觉得牧师不应该是这样子 牧师应该是 后来有些人觉得牧师就是一个稳定 甚至有很多牧师 或者很多教会 形塑出来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形象 那你要去做这些相对之下 比较边缘弱势的 这个好像 虽然感觉教会应该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好像又不被期待做这件事情 对 或者他们觉得 牧师应该在教会里面 去讲道就好了 牧师在牧羊 讲道 关心教友 你哪里有时间跑到教会外面去关心 好像跟属灵事情没有关系的一个事情 这些交给别人去做吧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他不仅是教会在做 其实他是跟外面的一些公民团体连接起来的 所以当时那个蛮突破的 一方面是教会社区里面的教会连接起来 然后是他们跟其他的非宗教的民间的主席 一起去组成一些联席的委员会去争取 所以那个是我想是几方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跟一个一个跨越在里面 然后就这是他第一个我想是进入公共里面的一个形象 第二个就是八九了 八九天安门民运的时候 他当时香港一百万的市民游行 然后后来也成立了一个不仅仅是一个基联会 还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委员会 当时主要是那些教务他们发起的 就是动员信徒来关心这个八九的民运 所以当时主牧师他也是在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与者 后来六四以后他也参与就是救援那些 黄雀运动 对对那部分在他的回忆里面就就没有办法完全呈现出来了 有有我在看那本书 为什么这边是空白 对对对 他现在 我想说是不是这个书出了什么问题 对有点遗憾 还没有办法讲出来 对他现在可能要保护 还是要保护一些一些人 所以这个大概是第二 你看到他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然后到战中的时候 他成为战中三子 所以我想他的生命一直来都是很 很 不是 只是在教会的一个 不是在教堂里面 他是关心社区 关心民主 不仅是中国的民主也包括香港的民主 对 所以我对他的认识大概就是这样子 也是对他非常的佩服 对对在台湾 基督或在台湾民主要去认识香港教会 其实大概不太有太多的机会 然后大概如果从店里面 大概是那个古惑仔系列里面 会有一个牧师的这个形象 那我自己对香港教会 比较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在那个雨伞运动的时候 战中的时候 我有去现场 长一段时间去做一些观察 去做一些了解 然后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 这边有一群基督徒 然后放的是这个耶稣的这个相片 或是玛利亚的像天主教 然后对方对面是 每个隔壁是放关公 然后是一些这个民间夕阳 这个画面在那个当时的现场 我觉得很突兀 但是很有趣 对对对 叫旺角的 对对对 旺角这叫旺角没有错的 对对对 这个是香港的这种 一些特色吗 还是在不同的宗教信仰 他们也都有一些社会 采与的一些方式 其实参与社会方面 我想最重要的 其实还是基督宗教吧 基督教跟天主教这方面 他们的参与的层面比较广 然后也是历史比较长 但后来那个好像佛教 道教等等 他们也有一些参与 但是相对来说 他们参与的那个不同的层面 比较长一点 对对对 那所以相当的基督徒的参与的方式 会是什么 其实很多 我想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很多不同的一个层次 可能有一些他觉得他关心社会 但是他觉得其实社会的问题是什么 他还是觉得社会的问题 到底还是人的罪 所以我们 就从一些信仰的观点来 所以我们做什么都没有 最重要还是传福音 拯救灵魂 然后一个人得救了 他就变成一个好人 那社会问题就既然会减小 其实他就把所有的社会的问题 把它越化成为一个罪的问题 所以解决问题就是拯救罪 心灵的问题 对对所以他其实是把问题都越化 我想这些蛮多的一些信徒 他可能会从这个角度来看 然后有一些可能会再好一些 他就觉得 其实社会里面很多有需要的人 我们需要去做一些服务给他们 特别在香港战后 那个烂临的社会的时代 很多救济的需要 所以变成是当时候的教会 他有西方的背景 所以他也很 很容易可以拿到一些 外国的国际的机缘来到 所以他们 你没饭吃我给你吃 你没地方住我盖房子给你住 然后训练你们找工作 做很多不同的救治 然后一些社会的一些服务 一些福利的工作 后来政府也跟政府 跟教会在这方面做很多配搭 所以我想这个变成是更广一些 就是投入在不同一些 办学校 办一些社会服务中心 实时的生活上的问题 集散等等 我想这是一个 也比较在香港里面 大家都很熟识教会 就是因为他办学校 办一些社会 香港的这个教会学校比例很高 其实基督信教跟天有教加起来 大概百分之四十左右 就是中学小学 中学小学 因为这个毕竟有蛮长的密集在里面 然后有一些他们就会觉得 有些特别的社会问题 他们觉得是跟他们的信仰有关系的 好像他们当时会回应 就是特别是那些赌博 反对那个博彩 博弈博役 然后就是同性恋 然后还有那些黄色的那些色情的事情 他们觉得这些社会的问题 其实跟那个宗教信仰的立场 比较有关系 影响 然后他们从一个 你看到特别从一个伦理的角度 他们觉得需要回应 后来就是有一些好像刚才提到 那个朱布希那个案例 就是说他们觉得 其实民生也很重要 对 那个教会在社区里面 一个社区里面有很多需要 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去关心 当你进入到民生的时候 其实那个层次又再提高了 就是说 民生很多课题是跟政府的政策有关的 那你要把这些需要跟政府反映 政府肯定不会马上就听你 你需要给压力给这个政府 那就进入一个社会压力的 或者是社会运动的一个层次在里面 你要阻止那些居民 把他们的声音把它讲出来 然后用一些方法 一些不同的手段去吸压给政府 把他们的声音让更多公众知道 然后就去到一个社会运动 然后其实背后更有关系 其实就是那个政府的政策 对 和机缘分配不合理 往某一方面倾斜 倾斜 然后可能是没有好好地关注到 某些需要 那变成是你要去研究那个政策 然后你可能要反过来提出 这个政策应该是怎么做 然后机缘怎么分配 也是最公义的最公正的 那你就变成是要进入一个政策的层面 然后其实政策还是个别的 那你也逃不了去 其实那个制度 这个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民意 能够反映在那个政府 还是立法机关里面 那这个民主的制度 我其实还需要建立一个更公正的一个代表民意的 民主的一个制度 那如果这个制度还是不能改的时候 那是不是需要用一些不同的方法去争取民主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政府的政策的制度 而是一个政府形成的制度 对 对对对对 所以你会看到其实在历史里面 基督徒和教会他们关系那个社会 其实你可以看到那个 不同层次 很多不同的层次 但是其实每一个层次里面都会发现有一些关联在里面 这也会有些冲突 对 当然其实不同背景的教会 他们可能觉得 他们应同到哪一个层次是有差别的 有人觉得真的是 我是为这些事情祷告就可以了 我就是说努力传福音就可以了 有些觉得我们还是 好好做社会服务就可以了 然后他们也觉得我们做社会服务也可以传福音 他们还是把那个 传福音作为他们教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使命 但是有一些他们就真的觉得 我们可以真的可以更多的回应不同的社会的问题 但是看你什么问题 他们觉得可能那些同性恋 或者是那些赌博那些没有正义的 但是你去到那些民生的 或者是更去到民主政治的 他们觉得碰到政治都很复杂了 就教会内部对这些不同的参与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在里面 那个手段 比如是不是要用那个 后来那个公民抗命这样子的 就是要不要激烈的 还是要用一些游说的 一个策略跟做法的 总的来说基本上基督教还是觉得 应该是用一个和平的手段 对 其实你刚刚一开始谈到的这些 刚刚谈到这些现象 其实我觉得一部分来自于这个 他对于信仰的认识 或者信仰的一个出发 怎么去关心社会的一些认知上面的差异 因为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 他对于社会问题根源 一些根本状态的一些差异 所以其实你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你曾经引用这个郭乃宏牧师的话 他说基督教在香港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在于对社会产生的问题 以及做出补救治理 但是却没有追溯问题产生的根源 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社会参与 你为什么会用这一段话 然后你觉得这个香港的一些各式各样的问题 它的一个根本的根源会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蛮复杂 因为基标资本 其实对于说刚才所说的 可能从一个资本的角度 他还是觉得 关键还是那个季度 要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好的季度 才可以保证 要不你可能只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的一些个别场面去做 但是那个背后那个宏观的那个季度 不是一个好的季度 那其实你做了一些个别的部分做得很好 但是其实根本改变不了一个大的一个环境 大概是有会有人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我想那个时候我引用 是不是在讨论到底有 我想确实不容易 因为我想温度重视其实每一个层次都很重要的 也我觉得是不是 我个人觉得不应该否定 我觉得那个基础还是重要 不否定那个不同的参与的形式 不能说那些只是基标 其实那个基标可能还是 在那个时代里面还是做出蛮重要的一些服饰在里面 很多人得到很重要的一些 一些他的被关怀 他的生活改变 当然我们不应该停留在那个层次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多元的 或者是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个掌权的一个看法 来看那个教会的那种的社会参与 而不要排挤 我的那个才是重要的 你的不重要 就变成是内部在 也就是那个心灵的身体的面包的 应该就是很重要的 对对 其实这个就是 有人说一个福音是掌权的 Holistic的 不吸引一个个人的 也不仅仅是社会的 是一个灵性跟社会共同的一个整合起来的一个 所以即使是不管是在心灵或是面包或是身体 他背后的制度 也不能够去忽略 但是这个谈到背后的制度 就会涉及到 到底宗教跟政治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应该是人类历史以来之下会讨论的 那那一样会涉及到对圣经的理解跟权势的不同 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 有人就是要去顺服执政掌权的 那我们也看到 至少对我而言 我其实小时候受到解放神学的影响很大 就是我自己跟一些牧者跟一个大哥大姐 他给我看解放神学 原来这个神父或是不是可以拿枪去革命的 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你怎么去看待这个政治跟宗教之间的关系 我想其实当文堂政治跟宗教关系的时候 这个有说法是政教关系 政教关系其实还是需要 我觉得要区分里面不同的一个层次在里面 因为刚才你说用政治跟宗教是一种的表述 但是其实政治也 政这个词也可以是代表政府的 那个教是宗教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宗教的组织 或者是我们现在用教会来说吧 所以其实所谓 你可以说政治跟宗教关系其实是非常 根本是两个必然会有互动在里面的 然后政府怎么看宗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然后政府跟教会是什么关系 然后教会怎么看政治 其实我想是我们看我觉得我们应该从一个 更也是把它放在这些不同的层面来看 然后但如果是放在一个 我们现在用英文来表述的时候 就是常常说那个state-church relation state跟church其实就是政府 跟国家或是那个教会 其实就是从这个角度 应该是我们说政教分离 这是一般来说大家觉得是最好的一种的关系在里面 就是政府跟教会两个主级 不会互相的那个干预对方 然后 就是两个独立的 独立的 做一个权力的方面 然后但政府怎么看宗教 我想这个是一个看不同的社会 有一些政权可能它是比较民主的 当然它觉得宗教是很激然的 但是如果那个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不民主的 一个不公开的社会 一个比较威权的 那可能它会控制宗教 它觉得宗教是需要它要去管理的 要去控制的一个对象 这个就 然后教会怎么看政治 这就回到刚才所说的 其实政治是什么 我们说公共的事情 那内部肯定有不同的意见 那到底教会怎么看它在社会里面 在公共的参与在去到哪一个程度 我想这个就没有 我觉得没有绝对的 就是每一个 就是基督宗教里面也有不同的传统 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在里面 所以最重要我觉得还是我们比起尊重 就是不要排挤对方 大家都可以关心社会 按照大家的一种的理解 投幼在里面 对我想这个就是 这样去来看这个证教关系 但事实上它很难独立 然后但是那个去关心彼此理解 要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个有没有一些奋济或是力道的拿捏 我们等下再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下再回过来讨论这个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 非常的不太容易 就是那个奋济对比跟人讲法 看法都不一样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欢迎在这回到参赖时光惠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宗祥 参赖时光惠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 记录照顾独立制作 我们有YouTube频道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你的捐款才能够让独立媒体 真正的独立走得更远更好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觉得很特别 当然不是只有讨论香港这件事情 是我们长期关心的 而是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 这个香港的一些状态 然后我们谈的是从宗教 特别是基督教信仰 来去看香港的这一连串发生的事情 以及基督教怎么去参与社会 或是关心社会 因为这是我自己本身很长期关心的这个议题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邢伯真邢老师 邢伯老师好 你好 欢乐姐好 对 就是那个 大家都觉得要参与社会 参与社会其实 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然后这个参与社会 你难免会涉及到跟政治 或是跟政治的权力之间的关系 有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 希望政府的政策来协助 那你可能要跟他建立很多的关系 可是政府做的不好 我们可能要去批评他 去骂他 或是我们要去做倡议 然后希望你可以做一些 甚至你刚刚谈到在整个政治体制的改变 所以政治跟宗教好像不可能全然的分离 对 可是那个参与 那个进入的力道或是那个关系的哪里 例如说 最好能看具体好了 在教堂里面可不可以去讲政治 可不可以鼓励说你要去支持某个候选人 那这可能是一种可能会是相对比较极端的 或者说在你到底这个政府出错 他立场跟你一样他很多事情做错了 你要不要去批评他 对 那还是因为你觉得立场价值相通 然后你也可以帮我做一些事情 那我就算了 对 那个很困难 那个很复杂 对 确实我觉得这方面 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大家觉得那个 如果是按照那个政教分离的原则 可能就觉得可能 有一些问题可能应该保持重力 好像如果是选举的时候 可能在教堂里面可能不会说 我们公开呼吁 支持哪个候选人 这个应该是小心一点 但总的来说就是说 毕竟教会也是在社区 在社会里面 然后信徒也是社会里面公民的一部分 教会也是一个社会的组织 所以其实你基本上还是有一个 基本的一个公民的责任 或者一个社会的责任在里面 你不应该是什么都不管 这样子 但你应该管到什么程度 我想确实在这方面 我们很难找到一个 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答案在里面 正如我刚才也说 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一个层面 都可以关心 也可能每一个不同的教会 可能同一个教会里面 不同的信徒 可能对于去到哪一个程度 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 理论上我们最好是互相尊重 但现实不好做 有人觉得你可能这样子做 可能会 他会觉得不应该 违反了那个信仰 或者有人觉得你这样批评政府不好 会是不是会让政府对我们的教会 可能有些不好的标签 然后会影响我们在我们那个领域里面 在做服务等等 你所做的会妨碍了我们要做的 我想这个确实是一些 变成很多现实的策略的一些考量在里面 这部分我觉得真的是 其实是很难找到一个共识在里面 真的是要去到很具体的那个环境里面 而且真的是没有 很难说我现在做这个决定是最好的 我们都在在有限的那个条件里面 我们觉得应该用这个策略吧 这样子 然后那个后果是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我想这方面 有的时候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批评对方 或是觉得我那个还是唯一最好的 你那个是不好的 我想尽量避免这方面 你有你的领受你去做 我有我的去做 其实可能有的时候回过头来看到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图画 其实是最美丽的 或是最精彩的在里面 彼此尊重不去批评是一个方法 但是怎么样去沟通 或者是怎么样甚至教会里面讲到很喜欢讲合一 可是实际上面很难合一 就是教会即使官是要做一些工作宣教的策略 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去探访会有到底要关心到什么 什么不同的看法 更何况你刚刚谈到的教会的基督徒也好 或是非基督徒也好 他都有一个公民身份 公民社会就强调多元 公民身份本来会强调 从自己的角度跟整体社会连结的这个角度 去做出发去思考 那我在找一些资料 我也看到你写过一句话 我觉得蛮有趣的说 你说就是教会没有统一的意见 但是公民社会里必然存在不同的意见 教会需要学习如何在不同的政见下 仍然彼此的沟通 然后达到了合一 但是我们看到在香港这一连串的这种 所谓的跟政治有关的运动当中 教会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做法 或是不同的看法 甚至有一些不同的主张跟支持 那另外我们看到在台湾的同婚运动 那个更是一个惨烈 就是教会的不管是世代的分裂 或是教派的分裂 那其实那就很难达到合一 但是你说要达到合一 然后彼此沟通 我自己曾经找过一些反对同婚的牧者 然后跟支持同婚的牧者 我想说我们要办一个论坛 我们要不要来谈 那所有东西就谈好了 突然间有一方说他有事了 然后他们觉得不合适就结束了 就是我好不容易搭起了一座桥 结果就没有了 我觉得那个我不太认为他有事 我就觉得他可能要面对这个问题 他很尴尬 或是好我们就是要合一又干嘛 这在实物上面是做得到的吗 我同意确实是很困难 那个难度 而且是很多时候往往是吃的不讨好 而且是很做不起来 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想这个永远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目标或是一个理想 而且其实那个合一不是说我们要要统一 不是说我们最后要达到一个 统一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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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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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标准或是一个方案 那个合一我觉得还是一种的精神 背后我想还是尊重多元 我们大家都是记录图 但是我们看法不同 但是我们学习到一种的 比起的尊重 这个背后是我听到你的 你也听到我的 我也听到你为什么不同意我 我也理解你 希望你理解我为什么跟你不同 至少要听 对 我想最重要的是那种比起的那个聆听 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我们有时候吵的时候 就两方面很容易就是越吵就变成是越走两个极端 但是如果真的能够有这样一种比起的聆听 尽管其实还是不同 但是可能那个差距会可能会收窄一点 或者是起码可能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可能也承认在教会里面 其实也有很多可能是同性恋的信徒在里面 我们是怎么去牧养他们 要关心他们 不是一开始就说 他们是罪人要判断他们 去否定他们 我想尽管你不赞成同婚 但是可能是不是可以对他们的那个处境 我想这些故事很重要 通过故事里面 可能我们可以更看到那种的 那种的人性在里面 挣扎 然后我们这么牧养 我想这个可能比一个神学的一个立场更重要 看到人的本身是重要 我想是牧养其实不一定是说 神学上哪一个是答案 其实是一种对不同有需要的人的一种的牧养 要是他的需要 他的增长 关心他们 我之前因为这个同婚的议题 我访问过陈思豪牧师 对就是长老会的陈思豪 他计算长教会陈思豪牧师 然后他提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还蛮赞成 然后之前我也写过一些文章 也特别谈到这种争议的部分 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 就是你可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然后你也可以有你的宗教信仰 或者不是宗教信仰 也可是一个意识形态 也不论是意识形态 就是意识形态 价值作为一种出发的一种政治的选择 那对很多人来讲 我们都会是希望 大家跟我的价值选择是一样 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好的 对对对 可是这个 当然回到一个真实社会里面 我记得陈牧师有提到说 即使我们有这种想法 我们也不应该强加在别人的身上 甚至非常的 就是变成是 甚至透过建立某种制度 去限制别人的思想 你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对对 同意 对对 确实是不能强加在别人身上 但现实是有的时候 我还是需要表达我的看法 那这个表达的时候 难免会跟对方不同 那怎么处理这种的 希望就是不是在用一种 是一种的好像是 对立的 或是一种 离死我活的一种的态度 希望真的是能够 能够 沟通 或是一种比较理性的 来讨论 找出我们的不同在哪里 这样子 我想 但是最后可能我还是 回到我的立场 但是我也希望 我这个立场也考虑到 跟我不同的人 他的想法 那为什么还是会这样子 而不是说 不管你是错的 我就是一定要这样子 就是把自己做唯一的价值 就是我以前也听过 那个你也认识的 旷野社的苏南周 对 他说有一天 他有可能跟一个李姑 或是跟一个比秀人聊天之后 他可能就因此而放弃了他的信仰 我觉得这个让我有点震撼 就是说 他说因为我要随时保持 我自己是错的 就其实他有非常坚强的信仰 他觉得我可能要随时认为我是错的 对 我觉得这蛮有趣的 但是很多的教会 或是基督大概就会觉得 我们都一定是对 当然从我们角度是对 只是说 那我们不会是错的吗 这反而是一种反思一种思考 对 那所以除了这些所谓的一些信仰的下责 或是政治的选择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是一个现实上面 就是 在这个反送中运动之后 我们知道有很多香港出现的移民草 那包括来到台湾 来到英国 来到 到加拿大 到很多国家都可以看到社会香港来 可是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香港朋友 其实我们就会面临到 所以香港朋友到这边来的 生活适应的问题 包括您也到这边来 可能也许会有生活适应的问题 那这生活适应的问题就是说 包括说 这个我能不能被接纳 那或者说我对这里有很多的期待 我希望这里的期待是可以让我的 例如说 居留的权利是能够受到保障的 可是在现实上面 往往是不见得能够符合我们的想像 因为每个国家的政策跟对待移民 或甚至所谓的对待难民好了 他的做法跟看法是不一样的 你怎么去看待这些离散港人 他应该 他可以用什么样的一种角度 或是一种态度去面对他的新的生活 或是您怎么去给像包括台湾的一些民众 怎么去看待这些可能是新来的朋友的这些做法跟态度 对我想确实那个 现在我们都用这个离散这个概念 来去理解最近几年香港的移民潮吧 确实离开了蛮多 主要是去英国加拿大 曾经有一段时间也很多人来台湾 但是后来因为台湾的那个政策的问题 所以很多在台湾的他们又二度移民 去了英国或是加拿大 确实要离开自己的地方 这个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 但是其实如果放在一个宏观的 在这个时代很多 在一个土地里面很多人同时要走 可能这个不仅仅是个个人的考量 对 可能也是代表某一种时代的一个背景在里面 我想这个 要离开自己的土地去到别的地方 重新开展生活确实不容易 这个很多适应 语言或是很多生活的习惯等等 不容易 这个我来台湾 我觉得我自己的那个华语讲的不标准 但是还OK 但是其实我去买 这还是蛮明显的 但是没有我去买早餐 我只是讲一句话 那个蛋饼豆浆 他已经说你是香港来的 他已经拼出来了 这样子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曾经 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 过去我曾经有一个学术休假 待了几个月在台湾 那个时候已经在台湾 有一些香港人的一些教会 对 所以当时我就发现他们的那个处境 后来就设计了一个问卷 去了解一下 对对 了解到底在台湾的香港的基督徒 他们的那个状况是怎么样 然后 其实那个离散我想就是说他们离开了 但是他们还是对香港有一种连结在里面 这个所以会发现其实在这些香港 在台湾也好在英国也好很多过去 那些香港他们其实一方面 他知道他要吸引新的生活 那个新的环境 但同时他也不能完全的跟香港的很多过去的记忆也好 好纤细也好跟他各断起来 所以我想我在问卷里面问他们 其实他们还觉得他那个香港人的身份还是蛮看重的 但同时他们又觉得他们在台湾应该要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台湾人 所以说尽管不是在台湾这个土地里面出生成长 但是其实在不同时代来到台湾的人只要他认同台湾他也可以成为一个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的社会移民的国家 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投入性的地方 但是又没办法忘记原来的土地 我想这就是离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所以我想这方面是可能到如果他们真的待在这里 可能对他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可能那个情况可能会有些改变 但对第一代的移民来说我想这种离散的情节 那个久洁是很真实的 你曾经也去用难民跟草胜者这两种不同的身份来去讨论这件事情 这两种身份有什么不同吗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是看那篇文章觉得这个蛮有意思 后来我就看到其实难民跟那个草胜者都是离开了自己原来的那个土地 走到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但可能分别在于那个难民可能他离开了他被迫离开 但是他要找一个新的地方 他暂时在这里但是不是永久在这里他也不知道 他可能还是有一种很不确定的一种感觉 好像觉得哪里是我的一个新的家呢 在哪里他还在寻找等等 他很困惑这样子 但是一个草胜者他同样是离开了 但是他知道他是有一个目标的 好像一个朝圣嘛 朝圣就是有一个圣地 你要去 这个是从圣经来说 对 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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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不管我们如果是移民 他去了不同地方你学习做一个朝圣节 就是说我离开 但是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我带着什么使命在这里 我有一个使命 尽管我可能还面对很多生活的挑战 或者还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摄影的问题 但是我学习当一个朝圣节 而不是一个难民 好像是 难民有一种被迫 被迫的 好像是 那他现实上也是一个被迫 对对对 但是你还是需要找到你的意义 赋予的意义在里面 那我来到英国 我来到台湾 我应该怎么赋予我的一个新的一个身份 一个意义 以这个作为一种的 而不是说还在埋怨很多事情 还是很 来到这里还是很多不同的一些情绪等等 我想这个肯定有 但是你总的来说 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 新的一个价值和意义赋予在里面 我在这里还可以做什么 来去 我还是关心香港 那我在英国在台湾 怎么可以继续的能够 关心香港 也会是 连接在这里的不同地方的香港人 帮助他们 一些新来的人去适应也好 什么什么 我想这个是 我觉得 希望我们 摆脱那种难民的心态 因为难民的心态 就是这里还不是属于我的 那我就没有归属感 那 你来到这里 其实还是一个 梅根的 我想 过去香港 其实也是一个难民社会 但是 他们 也是慢慢成为新香港人 慢慢就还是需要一个 对这个土地有归属感 你才会 投入在里面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所以当时我就 用这个角度来思考 对 朝圣者其实上还包括一种冒险 跟一种学习 对 因为是朝圣 就到一个新的地方 它本来就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 然后它本来就存在很多的冒险 所以它可能就多了一个 冒险跟学习的这个意义在里面 那其实我看到你这篇文章的时候 其实 一直觉得因为我很关心香港的一些移民 然后我自己对香港来 对台湾政府的一些制度 其实是 不是很认同的 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其实它又是一个现实 对 在这个现实的状况底下 至少我们在心态上面 我们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至少我们可以 活得相对比较开心 所以我看到你写这种难民跟朝圣 这些东西 哇 这可能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 对 其实那篇文章 它主要是写 在五六十年代 香港是一个难民社会 所以它主要是觉得 那个时候就是 因为它是重建学院的一个老师 当时又重建新亚 都是一个难民大学 对 整个中大 对 中大背后的学院都是难民 所以我们其实 不要永远 还是要摆脱难民的心态 那摆脱难民心态 你就找到一个目标 所以目标 它也是一个基督徒 教神学的 它用了这个朝圣节的角度 来做一个转化 我觉得当时我看了这篇文章 觉得很好 所以我借用了它这个概念 对 你以前真的从中大的重积神学院退休 对 然后你本身也是一个历史学者 也研究中国 研究宗教 基督教神学 事实上就是你的一个很专长的地方 那你在退休演讲 哇我看了一个照片 看了一些影像 好多人 真的 感谢他们 真的真的 有很多朋友都在现场 然后也 看他们在那边 这个做文字的记录 或者说我想 哇这个邢老师真的很厉害 没有没有 就是一个 在台湾不太能够在一个大学的 学院的院长 这个退休会有这么大的 这个场面跟殊荣 感谢他们的一些关心 对 那你在现场 你现在也做了一个演说 那个题目有一部分叫做 过去与现代之间作为一个主题 对 那你其实也就引用了这个中国近代史的学者 Paul Kocken 曾经说过说 历史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然后过去的是 是过去的事情 但是历史也代表历史学家 在未来如何看待过去 如何理解 还有书写历史 对 那你也提到那个尚未完成的导演 Dora也是我的一个朋友 那他就提到说自己的历史自己写 然后画一圈要自己争取回来 那因为你是学历史 然后你也关注历史 然后事实上 香港最近这几年的命运 或是他的发展 跟中国是有非常 很大的关系 你也去研究中国 所以你如果看待这个过去几年 发生在香港的事情 然后这些香港人 这些事情对于香港或是香港人 那甚至包括整个中国的未来 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深远的影响 你怎么从过去 然后去看待这个现代的关系 然后甚至是未来 哇 我想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你可以说 还是变成是你那场演讲的 哈哈哈 我想 确实过去香港 所发生的 那个改变是非常激烈的 很大的 很多人都没有想象到 而且他还没有停下来 对对对 还在改变当中 还在改变当中 但总的来说 对香港过去这段时间 过去十年吧 那个历史的诠释 我想这个还是需要 需要去努力的 因为其实还是有不同的 诠释的角度在里面 可能政府的角度是这样子 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在这个官方的诠释以外 我们从一个香港的角度 对这段历史还是需要多一些去 我想 还不是说找到一个 一个 怎么说 一个 最后的说法吧 因为其实这可能 要留待后来的历史学者来说 还在发展 但是我想 我们现在可能要更多的去保存那些历史吧 就是说 让以后的人去研究的时候 他可以有更全面的一些材料 不是只是 偏向在某一个角度来看 那其实 参与者他们很多的声音 他们的故事 我想是需要保留下来的 那个时候记录下 记录这些历史的那些 那些报纸 可能这些报纸现在已经没有了 那以后能 以后要研究的时候 有没有就 有没有机会再看到这些报纸 我想 这些都是需要去 就是要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 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文献 我们都需要去争取 去保存下来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大家才可以对这些材料做一些理解 可能有 尽管 可能还是有 可能有不同的角度 但是 起码我们是 不是说 那个 计量都已经消失了 那个 那段历史变成是空白的 我想 这个是 接下来我们 要努力的去做的 对 至少未来会怎么诠释跟理解 当下是很重要 对 过去是很重要 这个当下跟过去 就是过去不能够因为 当下的各式各样的状态 而让过去消失 对 因为当过去消失 它就不会有未来 对 所以你会提到说 这些东西我们都尽量应该让它保留下来 至少要去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 就我之前我们也看过一些在台 台湾白色恐怖或者228的人都会讲到一句话说 我们现在谈这件事情不是要去跟别人记仇 当然你也可能会有这些情绪或一些不满 但是我们要谈这些东西 虽然好像 可能有些东西可能补偿也完成了 或者是 可能是某种的修复 但是 我们要为未来的人留下现在的历史 对 对 所以其实我来到台湾 对台湾过去的历史也是很感兴趣 我觉得这个也是过去台湾怎么走过这段路 其实可能也对香港人来说 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种的学习在当中 看到在台湾过去的经验 那我们如果上来 我们也在走 还是上来在走过的时候 有什么台湾的经验 可以给我们一些可以提醒的地方 可以去参考的地方 我想这方面是 台湾跟香港的民间 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联系 今天非常谢谢邢伯森 徐老师 没有没有 谢谢王老师 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不同的角度 来去看香港的现象 香港的问题 以及香港的过去跟历史的发展 甚至未来的发展 希望我们下次有机会 有机会再有相关的会再跟你做一些讨论跟请教 OK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我们下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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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回见